大家好 昨天录了一个关于美国黑人权力运动的视频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现在这个黑人啊 还处在后种族隔离的时代 那么现在在黑人和白人之间 种族隔离的这个高墙还是非常的深呢 其实不仅仅是黑人了啊 也包括拉净义了 还有穆斯林了 还有亚裔等等吧 那么其实这个美国的白宫啊 就是美国白人优越主义 白人至上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 否则这个白宫为什么是白色的呢 这个当年这个美国的白宫被加拿大民兵一把火烧了之后 那么重新粉刷 要盖住那个黑颜色 其实是很简单的 也并不一定非要用白色去盖 那么他为什么要用白色盖呢 而且一把火烧的焦黑了 那么留着黑色也很好啊 黑色在美国也是很多族裔啊 很多的黑人啊 留着黑色不好吗 所以啊 这个白宫本身就是美国白人优越 种族歧视的一个最大的代表 这个白宫啊 按照我的建议 白宫现在应该刷成四种颜色 对吧 一部分是白色 对吧 一部分是黑色 一部分是绿色 一部分是墨色 对吧 应该把它变成四色工啊 那好 那么下面呢 接着正式谈这个话题吧 我认为呢 美国的要结束它的后种族隔离时代呢 只有学习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啊 虽然中国以新疆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策呢 经常被西方无理的磨灰和批评嘛 但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呢 是目前对少数族裔最公平 最平等的政策 我给大家举 简单说一下吧 譬如啊 我们新疆 内蒙 宁夏 甘肃 没有甘肃 有那个广西等等这几个少数民族的自治区嘛 我们实行 首先呢 在政治上实行了双首长制度啊 就是呢 我们有自治区主席 但同时有自治区啊 书记 那么主级是少数民族的人啊 书记是汉族人啊 他以同从主级再往下 各个厅长 局长 科长啊 包括镇长等等 各级的官员都是 呃 一个少民啊 一个汉民啊 实行双首长制 那么除了啊 这些呃 最高的首长呢 包括整个公园的体系都划定了比例 那么少数民族 呃 和汉族都有比例 基本比例是一比一 一比一吧 就是一半一半 啊 包括很多的大学 嗯 譬如 嗯 呃 新疆的民族大学 石和子大学 喀什的一些大学等等 都是啊 少数民族占有接近一半的比例 那么而且在招生政策上对少数民族有所倾斜啊 那么我们在呃 高考上呢 对少数民族有所加分 对吧 呃 甚至我们当年还有一个两少一宽 两少一宽就是对少数民族犯罪啊 要适当的减轻刑罚啊 这个政策当然在国内争议很大了 对吧 很多汉族人认为这是 歧视啊 啊 先咱们先不谈 是不是歧视的问题啊 呃 但是这个政策确实在对少数民族在 呃 法律上 犯罪上都有减轻刑罚 对吧 我们还有很多的法律援助 呃 譬如假如少数民族人打不起官司了 对吧 我们通过法律援助 他和美国那种指定律师不一样的 法律援助也有很多的大律师 你要无偿给他打官司 对吧 你像美国有很多这个律师份很贵眼那种天价的律师啊 你像华为雇的那个律师啊 啊 律师费几千万呢 就是中国就是你这种大律师也要有一定的法律援助的份额 对吧 所以美国你 你也要这种天价的律师啊 你也要拿出你一半的时间来啊 要免费给黑人打官司 这才是民族平等的关键 那么我们把中国的呃 这套民族政策啊 是真正的啊 给少数民族在啊 以权利让他们平等啊 让各个民族呢 和谐相处 呃 所以我建议啊 美国真想解决 他就是如果他这个民族平等不是玩虚的 是玩真的的话 那么他可以用中国的这套制度 啊 呃 首先我按照中国这个啊 各个自治区 譬如广西啦等等吧 这些少数民族自治区啊 的人口啊 汉人的比例是占多数的 但他依旧实行了这套少数民族自治的政策 啊 那么我们呃 反过头来看美国 那么 中国因为汉人是主体民族吧 啊 呃 只有那几个少数民族地区 对吧 少数民族达到一定的比例 那么我们按照中国少数民族的少数族裔比例来看 美国那五十个州啊 基本都应该实行中国这套少数民族政策 对吧 因为美国那五十多个州啊 它的少数族裔的人数啊 和白人之间的比例啊 都超过了中国的啊 这些少数民族啊 自治区 所以呢 美国那五十多个州 首先它的州长啊 到州议员 都要实行 美国要实行四首长制 对吧 每个州长实行一个黑人首长啊 一个墨西哥裔首长 一个穆斯林首长 然后一个白人首长 对吧 一个四首长制 然后美国的整个公务员全要画一比一比一比的比例 那么所有的公务员呢 都是啊 呃 黑人 墨西哥人 穆斯林 白人啊 大家的比例一样 每个人占四分之一 对吧 嗯 同样的道理啊 美国的学校 对吧 高校啊 都要划定四分之一的比例 四分之一给黑人 四分之一给白人 四分之一给穆斯林 四分之一给那个 呃 拉丁裔 对吧 美国的高校啊 呃 包括美国的所有的公共设施 对吧 全要一比一比一比一的啊 这么划分 这才是真正的公平啊 不仅仅是这个 包括美国的社会财富 美国的社会财富啊 要把美国的所有的钱全部收上来 然后重新的一比一比一的分 如果你生产资料不平等的话 民族的平等就是一个啊 胡扯 根本就永远都不会平等的 我知道美国有很多的白人小区啊 白人小区里只住着白人啊 没有黑人 没有穆斯林 没有拉丁裔 这本身也是民族平等的一个最大的标志 那么同样的道理啊 我们对这些白人小区呢 也要重新划分比例 对吧 美国所有的小区吧 啊 都要 嗯 一比一比一比 对吧 白人啊 穆斯林啊 拉丁裔 还有 黑人都要各占四分之一 只要有一个小区的比例 达不到这个平衡的话 那么这个小区就是民族不平等的小区 就是白人优越感的小区 就是民族歧视的小区 对吧 对这里的人 这要是法律上的惩罚 要严惩 对吧 要严惩啊 那么哪怕不严惩 其他的少数族裔也要一起起来 对吧 要批判他们 对吧 要制裁他们啊 要给他们进行民族围堵 那么其他所有的民族一起围堵他们 对吧 否则的话 你这个民族平等怎么能够实现呢啊 呃 当然了 还有其他的啊 譬如美国的 我们就说美国的总统吧 总统要选四个总统啊 一个白人总统 一个黑人总统 一个拉丁裔总统 啊 一个穆斯林总统 只有实现四个总统 才能真正的实现美国的民族平等 对吧 你包括啊 呃 还有很多的高档的社区了 我知道美国很多高档社区都是白人住的 这就是民族不平等啊 这个啊 可能很多人会说怎么不平等 人家有钱 你这个有钱就是不平等 民族的平等怎么能拿钱来衡量呢啊 有钱你就住好的地方 没钱你就住破的地方 这也是不平等啊 这个民族怎么能平等呢 对吧 呃 不管是好的地方 还是破的地方 都要四分之一 一比一比一的来进行居住啊 啊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吧 对吧 就是美国啊 要真正的啊 废除种族隔离政策 那么真正的实现民族平等的话 就要对美国的所有的公共资源 教育资源啊 学区资源 对吧 还有美国那些金融学校 所有的金融学校也一样啊 都要挂定比例 一比一比一比一啊 呃 如果任何一个金融学校的话 那么不能实现啊 黑人 白人 穆斯林 拉丁一比一比一比一的话 那这个金融学校就是民族歧视的学校啊